我剛剛講過 我本來是意思要教到家 用空白紙來做 我怎麼剪 你跟我一起剪 可能我會認為太簡單 可是你們來剪可能會複雜 後來我就叫同學幫我印上去 那裡面還有附一張 你回去 我是希望你用空白紙做看看 空白紙做 我先剪給你看 很簡單 我講很簡單 這就是語定啊 好不好 來 你看 我剪你給你看 你看大概到這裡 有沒有 我剪一次給你們看 你們大人可以選 你就馬上剪一條 你看 剪到這裡 停 然後再把它往這邊斜過去 我告訴你 這個其實都OK啦 這一張以這一張子來 不要太長 大概記憶到這裡就好 然後到這裡 你看 到這邊 稍微有一點斜斜的 好不好 稍微有一點斜斜的 好不好 然後再往後剪下去 大概前面的一對半就可以 一對半就可以 然後一樣 這樣對照一下 然後大概到這一塊的中間 就停了 然後呢 一樣 剪一個 比較小塊一點的 小一點點 我先拿到了 剪到後面的時候 把它剪斜的 斜的 斜的 這樣 就是這一架 你看到 如果你去看電影 那個風情電影裡面 它 上面喝著咖啡 閒了 閒一閒一閒 然後就多數就飛 而且還在那邊做了很多好像科技 我告訴你 沒那麼簡單 那也要處理過 有沒有 處理過 至少第一個 那個紙要像這種紙 它裡面看起來應該是像 比較像銀衣紙 所以會軟軟的 它會一直在那邊亂動 還有 還有重量 它裡面 它把它簡化 電影情節 它都會簡化掉 前面沒有重量 基本上它是不會飛的 不會飛的 就像這樣 懂不懂 它還是要加一些重量才會那個 好 我們現在來開始 要節省一點時間 把這些圖 全部把它剪出來 虛線的地方不要剪了 虛線不要把它剪掉 虛線不是給你剪的 是等下要整的 你把那個外型都把它剪出來 外型把它剪出來 那我把飛機內 我把飛機內 分成三大類 三種 那麼第一種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叫做建一型的 好好看喔 第一型的 就是像肩膀一樣的 像T字型的 這個 那很多飛機有設計這樣子 就是基本上就是T字型 只是這一款的飛機它是往下壓 那是下反角 這種飛機有它的需要 它會設計成下反角 大部分的飛機都是微微的上反角 那為什麼 像其實它做成下反角 這下飛機它是屬於那種直上直下的 可以說它質量設計 一般飛機設計上很危險 它會變成它是一個重量 它只要它歪一邊 它很容易掉下去 那上反角 上反角有一個好處 像這樣上反角有一個好處 它如果偏了之後 它會因為那種反作用力它會拉回來 它會自動會拉回來 它就維持平 如果下反角的話 其實是很危險 很會掉 會變成重量 你們看到那飛機飛上去之後 它轉換的時候不小心就時速 就掉下來 就是你那個反角不夠 那再來就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 這個底下我們做那個寬箱2000 就會用到這一種三角形的折法 我們把像X-16寬箱2000 都是使用這種三角形的機 因為機翼剛好在中間 那另外一種呢 機翼也是在機身的下面 我都會把它設計成類似這樣 像這個 不然兩千人可以用這樣做 做出來這種 那機身很立體 非常的立體 會很像飛機 我們看一下 好 看一下 這是我把所有飛機 把它歸納成三種類型 它可以做很多方式 檢討好之後 對著好之後再用膠水了 你可以把膠水打開啦 用水打開 來 那麼 如果你已經檢討這一塊的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把它上膠水 在這個地方把它上膠水 在這個地方把它上膠水 把它黏起來 注意不要超過那個曲線 你不要把機翼也黏起來 你不要把機翼也黏起來 然後最後才飛 因為我們要讓它那個膠水 稍微乾一點 讓它來飛 比較好 好 好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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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k 去現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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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虛線在外面 如果你已經折了那個第一個已經緊開了 你可以把它對折虛線在外面 把它黏起來 這個虛線在外面 先把它身體黏起來上膠 把它黏起來之後 用手把它稍微壓一下 稍微壓一下 稍微壓一下 好來 如果你已經有撿到第二片了 把那個第二片拿起來 第二片 我們按照順序 它每塊是一個順序 我現在把那個第二片也拿起來 第二片 記得第二片 要對準 左右對準 這邊有一個虛線 來虛線在外面 不要讓它在外面 一樣 來第二片啊 連在哪裡 你看喔 已經做好的 現在是這樣子對不對 第二片 你看 那個 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 在這裡 在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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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在這裡 這樣好 也可以 來你看 尖尖的朝後面 尖尖的朝後面 對準這一個 對準前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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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準這一個 然後把它黏起來 可以可以 把它黏起來 翅膀還不用打開喔 我們現在稍微把它改過來 來 這裡喔 你看 有沒有 把它黏上去 第二片黏上去 第二片呢 你全部都要 膠水都要全部都要上 尖尖的朝後面 先這樣朝後面 來 你看喔 這樣子喔 來 你看喔 這樣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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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用手呢 或是用筆呢 把它 壓一壓 這樣把它 用筆的時候呢 把它 燙平 到這裡喔 來 好 我拿洋 我自己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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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我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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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打我的名字都OK啦 再來第三片喔 他要跟對折 第三片對折 第三片對折 對折 來這個第三片呢 我把它畫一下 第三片要黏哪裡你看喔 來 這個山朝後面 山朝後面 就是這樣子 要黏這裡 因為這個要固定基硬 也是要增加下面重量 這樣子 你看喔 有沒有 這樣子上去把它黏起來 這個左右盡量把它黏在裡面 對準一點 黏緊一點 尤其這個邊邊 這個邊邊 膠水多上一些 然後用手呢 把它固定 固定 對 要黏在基硬上 這個基硬要固定 整個固定 所以要固定 對這樣子你看喔 你看再一次有沒有 這個二已經黏上去了 這個沒有 然後這個三把它黏上去 謝謝 沒有沒有 我上次 前方叫我小時候 趕快 趕快點進 然後看到那個我把它塗黑啦 塗黑了剛剛是二 那現在再來是三 塗黑的部分是二 那黏起來 黏準一點 來我現在有開始把它黏上去了 這個多焦水多把它塗幾層 我們現在焦水不是很好 如果你在家裡可以用那個白膠養的 如果白膠用太平 它用太平 好把它黏起來 來先不要打開 肌翅膀不要打開 先不要打開 讓它比較固定的時候 在那個先多捏幾下 把它多捏一下 多捏幾下 用你手的那個熱氣 把它黏一下 用手的熱氣 好 如果你捏得差不多可以了 來現在慢慢打開 慢慢打開 不要把它壓死 你看慢慢打開 打開 打開有沒有 這樣打開 打開 慢慢打開就 平的 平平的打開 平平的喔 這個上面的機車是平的喔 後面也可以把它打開 後面打開成五分一致就好了 不要把它壓死 五分一致 來前面 基本上你把它稍微平一點 來你看你看有沒有 你看到我的這個飛機的角度 你看有沒有 前面有沒有 前面這一塊 前面這一塊 稍微往上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你看油色很高的有沒有 好 再來還有一片喔 還要黏 一片是 在哪裡 第四片喔 來第四片 第四片那黏在哪裡 我看看 看哪 是第四片的黏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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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很複雜 會不會很複雜 還好啦 來這一塊 這一塊 我們現在在這裡 頭在這裡有沒有 我現在固定這裡 不要讓它這樣垂垂的 有沒有 太軟了 我們這也不是要做成鳥 來 你看這一塊有沒有 這一塊不用對抖喔 沒有對抖 這是對抖 不用被抖 我已經退了 好 你已經對抖 沒關係了 沒關係 那黏在這裡 你先來 你先看 我把它 這 把它那個 摔一下 摔一下 不要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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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上色一下 對照一下 不要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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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一塊 來看一下 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是要放在這裡 要增加它的強度 當然你後面這裡 其實也可以做一塊把它固定 但是我告訴你 這飛機就是這樣 你在後面增加一小塊 前面就必須要增加一小塊 因為我把它重量已經設計剛好 所以它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所以我每一次飛機每一次我去修正它某一個地方 某一個地方就必須要比相反的要補一塊 你知道嗎 所以飛機越做越複雜像那個飛機 它越做越複雜的時候 相對方的問題也會越多 所以為什麼現在飛機都很流線 寫在這裡 來 這塊把它黏上去 黏上去 黏上去 我們要減少一點時間 黏上去我們要坐別的飛機 好來 黏上去了 我們要黏上去了 你那個虛線是要對準中心線的 好來 這一架飛機 我測 我這裡有做了幾架 不同的 我這裡有做幾架飛機 那其實有一些地方不一樣 你看我這一架的飛機 翅膀也是有一點微微的像那個海鷗型的機翼 你們也可以這樣做 你看看一下這個飛機 那個翅膀呢 上升然後再有一點微微下去有沒有 也可以這樣做 這樣的話會比 直的更穩定 會更穩定 因為它這個飛機它是V型翼 V型翼 它不像中間還有一個垂直翼 它V型翼呢 它既是水平為翼 它也是垂直為翼的功能 它是這樣 這個蠻特殊的 這個一般來講 設計都用在做那個 滑翔機也可以 不是那個很流線的那個噴射機 商用飛機 這樣子 那再來還有 我先放一點 還有一塊對不對 還有一塊 這一塊是重點 你現在如果 現在 在這一塊 我們趕快時間薄一點 我過來怕會那個 那這一塊 那這一塊基本上 是我是讓它來增加前面的重點 好來看看 你看喔 在這裡 這裡 你剛才看那個影片 來 你可以這樣 對手有沒有 對手 對手之後把它壓著 不用黏 現在不用黏 你直接把它折起來 然後再折起來 一圈一圈把它折起來 等到你飛了之後 覺得位置 因為等一下可以移動這個位置 移動這個位置 你覺得說哪一個位置 最好的是你再去固定 不然的話你就先去舔 好來 先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捲到最後的時候 你在最後那個地方 把它上一點膠水 捲到最後 你一定要一棟一棟捲喔 你等一下才套得進去喔 你等一下才套得進去喔 你一定要一棟一棟捲喔 你等一下才套得進去喔 那如果套不進去的話 你再把它那個什麼 我來剪 我來剪 稍微修一下 好來 那這一塊你看 我現在黏好的時候 你可以移動前面 你可以到後面 有沒有 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是 重量配置的東西 重量配置的東西 那這個重量呢 到後面跟到最前面 它是不一樣的 齁 在你實驗的時候 你飛的時候 你看哪一個位置最好 你再把它固定 就這樣 把它固定 然後再這樣 你每摺一棟的時候 你每摺一棟的時候 那個地方要把它 稍微把它壓一下 壓一下 這樣才會 剛好 可以套住 齁 來 謝謝 謝謝